哈囉各位同仁大家好 歡迎諾曼的髮型頻道 那我們今天分享的是 在家如何幫家人染頭髮 在教學開始之前 如果要來訂閱這個頻道 先訂閱這個頻道 我們現在教學準備開始 Let's go 好 今天來幫媽媽染頭髮 那今天分享在家 怎麼幫家人染頭髮的 一些基本步驟以及技巧 那我們今天媽媽的話 他的白髮比較多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兩側的部分 這裡內層基本上都是白了 然後長出來的顏色 有黑色有白色 以及髮尾的咖啡色 那像這一種我們要在染髮之前 如果很多造型品的話 建議大家先把它稍微清潔一下 那如果沒有 我們可以拿出一支梳子 把頭髮先稍微疏順 讓它不要有打結的那種感覺 因為打結的話 等一下再染會比較容易不均勻 然後整個疏順完成之後 來做一個最重要的 就是染前的隔離 那我今天使用的染前隔離 是大家非常好入手的 就是銀耳油 那銀耳油它可以在我們頭皮 做形成一個防護膜 我們染完之後 清洗它就不會沾黏在我們頭皮上了 好 銀耳油在塗放的時候 我們找這一種 比較好塗放的這一種藥水瓶 它就這樣淋過去 那因為它不像水會滴下來 所以我們就是一片一片的直立去去上 它會很好的 遷布在我們頭皮上 但是它又不會影響到 我們等一下染的顏色 好 像髮技線周圍 我就稍微加一點點 然後在這裡抹一下 那每一片頭髮的距離 基本上就是一個手指的寬度 塗過去 然後推開 因為我們之前用的是那一種 仿能工性皮脂油 它是比較專業的產品 那很多人會私訊說 如果像坊間我們要怎麼拿到這種頭皮 隔離 那我推薦大家就可以用銀耳油去替代 那後面該怎麼塗呢 後面我們就是水瓶的 因為剛才前面我們是直立的對不對 然後後腦勺的話 我們採取平行的 這樣滴上去 推開 畫平行線 滴進去 然後推開 這樣操作會很簡單喔 然後整個塗過就可以了 然後這個不管男生女生 在攬前都建議這樣稍微做個防護 好 整個塗完之後呢 我們從後部區 手伸進去 整個推開 做一個按壓的動作 這樣就可以讓它更均勻一點 然後像這一種的做法呢 它就是在我們 頭皮形成一個保護膜 就很像平常我們去染頭髮 有人都會說 我們可以一兩天不要洗頭 再去染髮 原因也是因為你如果一兩天不洗 我們頭皮會出油 這也是一個天然的保護層 那我們現在不管它有沒有洗頭 我們會再加強這一層的保護層 在SALONE裡面 這是一個很基本的操作 好 完成之後呢 我們就開始進行染髮了 那我們在染的時候 我們現在分三個區域 三個區域就是 左右 後面 這樣三個區域 那我們在染的時候 先染後部區域 再染左右 那我們先把左右的頭髮 稍微把它分一半夾起來 我們可以從上面 劃分到耳朵後面的位置 然後把前面這裡頭髮束一下 然後先用夾子把它這樣固定夾起來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兩邊用夾起來之後呢 我們就從後部區開始操作 那後部區在操作的時候啊 如果是新手我們可以從下面往上染 然後在染下面的時候啊 可以搭配夾子去使用 那我示範給大家看 好 我們在染頭髮之前呢 我們可以先把頭髮三分之一的位置 保留著 然後把上面這裡都先夾起來 好 這裡夾起來之後 我們染的就是這個區域喔 那這區域要染的時候呢 我們把頭髮先梳上來 梳到90度角的位置 然後再進行塗抹 先把下層先上上藥水 那我今天調的配方啊 它是可以直接全部上色的 因為它可以蓋白髮 那我又有加了一點點紅色 因為我們亞洲人皮膚比較黃啊 你帶有一點點紅色啊 它看起來的氣色會比較好一點 會比較顯白 塗抹的方式呢 我們髒完膀膏之後 上面先髒完 然後再從下層由下往上 帶 然後再梳過 這樣它就可以很均勻的塗抹了 然後另外一邊也是一樣喔 上層 膀完 然後下層由下往上 帶上來 好 這樣第一層就結束了 接下來我們把上部區夾起來 我們後部區就可以分上中下 三層喔 那我們現在來懶中間這一層 中間這一層的話呢 一樣把頭髮稍微集中起來 集中起來之後呢 因為籃膏是有黏性的對不對 所以我們先塗上去 把它會亂敲的頭髮呢 讓它先沾附固定下來 它就不會亂跑了 塗完之後 然後我們內層一樣 手抓著 籃膏由下往上 帶 然後帶完梳一下 把籃膏梳進去 好 這樣一邊就好了 我們再來換中間 我們這種頭髮比較寬 所以我們就是 一區一區一區去完成 籃膏塗抹 然後塑順 再來換內層 籃膏塗抹 然後再塑順 這種技巧比較屬於在家 可以幫家人使用的 因為如果以啥那種技巧啊 它會分很多片很薄的去上 但是因為居家在籃頭髮呢 大家都比較屬於新手 那新手的話 我們大區域大把的去處理 等下再教它細節怎麼去檢查 側面這裡也是一樣 上面塗完 然後接下來換下面 內層由下往上 塗完之後記得一定要梳開 把籃膏梳進去 好 那我們就是用這個技巧 把頂部區也完成起來 等下教大家檢查 好 我們整個後部區都已經完成了 那接下來教大家檢查 檢查的話 因為我們剛剛是平行的 這樣籃對不對 我們檢查的時候呢 可以改成斜的 不要用紙的喔 因為用紙的話 難度比較高 我們用斜的就可以 改成斜分線 由上面檢查下來 先沾上一點點籃膏 然後從這裡 我們就做一個斜切面 總共1 2 3 4 4條斜線 這樣斜過來 打開 我們先看一下 髮根有沒有都很均勻的塗抹到 然後像這種 有一點點沒有塗抹到的 我們就稍微補一下 補完之後呢 再往內梳 好 這樣是第一片 接下來第二片 斜線 打開 梳下來 然後上面梳上去 然後再用一點點籃膏 把髮根的位置 白髮的位置稍微加強補一下 好 第三片 這個就是我們說的斜線檢查 這樣這邊就有一點沒吃到籃膏 我們就再補一點點上去 好 最後一片 斜線 你看喔 像這區就沒有紅紅的 我們只要再補一下 頭髮往上梳 好 到這裡 整個我們就檢查完成 我們後部區就表示 朗丸可以停留了 接下來我們來操作兩側 側面的話呢 我們可以從 太陽穴的位置夾起來 就是頭頂的頭髮先把它夾起來 我們就分上下兩個區域就可以了 然後先把頭髮稍微梳順 然後集中起來 沾上一點籃膏 從上面先籃一下 先把頭髮都籃上我們的籃劑 好 完成之後呢 由下往上梳 梳上來 在內層這裡 再塗上籃膏 然後我們可以根據我們塗的量 去補一下 然後在這種併腳的周圍啊 可以用梳子前端這裡 這樣戴一下 前後戴一下 這樣均勻度就會很好囉 好 側面這樣就可以完成了 然後接下來上面 上面這裡 我們先塗上籃膏 在頂部區 由上往下塗 塗完之後拉起來 在內層髮根 由下往上 剛剛是由上往下 現在是由下往上 髮根處都好了之後 疏順 疏順之後 剩下的就是這種小細毛有沒有 把它勾進去 這種小細毛很重要喔 一定要懶到 然後側面這裡也是一樣 梳一梳 然後再補一下 剩下就把髮尾稍微帶一下 好 都完成之後要檢查呢 我們剛剛是平行的懶對不對 接下來我們要橫向的檢查 橫向檢查呢 我們直接分一半 上跟下分下來 那我們後面懶完了對不對 所以我們直接把它往後梳 把頭髮往後梳 梳過來 我們檢查一下髮根有沒有都懶得均勻 如果沒有我們再稍微補一下 稍微補強一下 好 完成之後 前面這裡也是往後梳 整個梳完再補一下 髮劑 然後整個藍完檢查完 頭髮都是往後梳的走向 那如果頭髮比較長的呢 我們會用夾子稍微夾起來 讓它不要掉下來就好了 好 那我們另外一邊呢 用一樣的方式去完成 完成後整個停留時間 20分鐘 停留完之後 我們沖水起來給大家看效果 好 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已經完成了 整個白髮均勻度呢 都是比較好的 然後顏色的部分啊 它就是棕色帶有一點點紅色的這種效果 然後我們整個藍完啊 你可以發現髮際線呢 它就不會有我們藍高的那種痕跡 這就是我們用嬰兒油做防護的效果 那我們再重複一下今天的藍髮技巧 今天的話 我們要先做一個藍前的隔離 完成之後呢 我們從後部區開始做藍髮 再藍兩側 那藍髮的時候呢 後部區分上中下 三個區從下面開始做處理 那我們先塗完再往上 然後記得整個塗完之後 檢查是斜線檢查 那兩側藍髮的話 我們是分上下兩區 那整個完成之後呢 是直立的檢查 然後都往後梳 整個梳完集中完成之後 停留20分鐘 這樣就可以完成這個藍髮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藍髮分享 你學會了嗎 以上是今天的分享 最後送大家一句話 你不用很厲害才開始 你需要開始才可以很厲害 有其他問題可以在影片下方做留言 我會一一回覆給大家 如果沒辦法回覆的 我在拍影片跟大家分享 對諾曼使用的產品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點開影片下方的 顯示更多以及更多內容 就可以點選我們的賣場及表單 直接做訂購 下方連結也可以追蹤 諾曼的IG及臉書 每天發布最新的動態以及髮型作品 如果想找我們改造髮型 也可以點選我們的線上預約系統 喜歡我的分享 記得按讚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我們今天分享到這邊結束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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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吧 再在歐視下方的部分 在拍影片中 這個影片 我們拍影片下方 我們eran 成功 感谢观看